阿里王帅转发文章,在阿里九年从没听说过有女同事要去陪酒,8月8日下午消息,阿里巴巴合伙人,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,就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一事,在其个人社交平台称,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,通心疾首是一定的。 同时他表示自己存在适致行为,但阿里不是如此的,王帅除了朋友圈发了上述言论,还转发了一位阿里同事就此时发表的文章。 该转发的言论称,在阿里这九年从没被要求过,也没听说过有女同事要去陪酒,或做其他超越底线的事情。 这不是阿里的工作方式,请放心。 该文章称,不要因为一个人或一群人就代表了我们所有人,虽然我为他们是我的同事而感到羞愧。 对不起,不能保护好一个女性,是件很丢脸的事。 一个企业让女性在遭受屈辱,又丢下尊严找回尊严是件很丢脸的事。 近日在某职场社交平台上,有认证阿里巴巴员工的网友发布动态称,公司某领导要求女性员工陪客户并在其因醉酒不清醒的情况下,实施了一系列违法行为。 受害员工在内网发帖并向公司反应无果,曾在食堂发传单寻求帮助。 该网友透露,当时员工事发后已第一时间报警。 对此阿里巴巴回应称,无论是猥亵还是性侵,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。 阿里巴巴绝不容忍。 目前,济南警方已对该案进行调查,阿里已对涉嫌员工停职,并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,密切关注警方调查进展和结果。 阿里CEO张勇也在内网发文,用震惊、气愤、羞愧表达对阿里一员工,涉嫌侵犯女同事事件的感受。 他同时表示,必须调查清楚,给全体阿里同学和全社会一个交代。 以下为王帅转发的文章全文,从昨晚至今收到很多关于此事的消息。 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。 后面我不再讨论此事,请不要再问和我一起等候官方的调查结果公告即可。 郑重声明以下仅代表个人观点,为今允许拒绝外传或恶意解读。 一,我是九年的阿里人,从我认识他开始,一直被他的侠义、真挚、单纯、向上所吸引和深爱。 在这里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是有情有义、有梦想有责任、有抱负有担当的伙伴。 今生遇到的最值得深交和珍惜的朋友们,很多都是在阿里认识的。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此刻我依旧深爱他,就算是痛骂也是眼含热泪。 收到很多朋友的信息,基于事实的批评和建议接受。 但请不要在我面前,用未经确认的谣言去揣测去恶意诋毁他。 如果还要继续冷嘲热讽,那我只好回你一句,关你屁事。 请彼此尊重。 二,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二十多万的员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 不可否认我们极个别业务团队出现了问题。 但请相信我们依然是处于安全的环境这类事件是偶发,绝对不是常态,别担心。 在阿里这九年,我从没被要求过,也没听说过有女同事要去陪酒或做其他超越底线的事情。 这不是阿里的工作方式,请放心。 三,如果一定要讨论这个事件,请务必引掉女生的名字等信息,不管怎样。 他不能再被伤害,他已经非常勇敢,更应该被我们每个人保护。 替他拜托大家。 四,不要因为一个人或一群人就代表了我们所有人,虽然我为他们是我的同事而感到羞愧。 对不起。 不能保护好一个女性,是件很丢脸的事。 一个企业让女性在遭受屈辱,又丢下尊严找回尊严是件很丢脸的事。 五,不必反复跟我表达你们的愤怒,也不必质疑我们没有行动。 请相信,我四同事比任何人都更加悲愤。 昨晚对于二十多万的阿里人来说,都是无眠之夜。 那网上,Open新乡里,丁丁上,凌晨三四点依旧有千千万万的声音和诉求。 比任何社媒都更加激烈,你们没有看见不代表我们没有发声。 我们做的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多。 我们不冷漠,也,不是看客,我们依旧热血,依旧相信正义永存,但真相浮现,是报者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。 但也请阿里的伙伴们保持理性,人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。 我们尽量用在真正对事件有帮助和推动公司向好的事情上去,避免造成二次伤害。 单纯的泄愤和谩骂其实并没有意义。 六,请相信我们这一次的事件一定会引发自上而下的自省,也一定会激发和火人刮骨疗伤的决心和魄力,也期待我们深爱的阿里巴巴。 依旧愿意努力成为一家令人尊敬的公司。 请和我一起等待真相浮现,等待官方的处理结果公布,保护好女生的信息不要再去传播。 谢谢大家关心。